第295集 在狐老鼠眼里 我无论做什么都是给它捣乱 它让我滚出去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 它刚说完 我一溜烟的跑出去 直接朝校外跑了 狐老鼠傻眼了 在后面大叫着让我回来 我哪有功夫听它的呀 得赶紧去找我的雷公刀 雷公刀就放在石头上 如果早上去找的话 肯定能找到的 可现在这个时候 就很难说了 我一边跑 一边担心雷公刀被别人捡去 我一直跑 感觉肺都要炸了 实在撑不住了 我就歇一歇 然后继续跑 一直跑到我们昨天晚上 替魂的地方 然后心急火燎地寻找雷公刀 我的担心成为了现实 我找遍了那里所有的地方 都没有找到雷公刀 那把雷公刀肯定是被谁给捡走了 我找不到 在那里急得哭了起来 可是雷公刀已经没有了 哭也没有用了 到最后还不死心 就继续找雷公刀 连松树林都找遍了 找到最后 彻底失望 我的心情极度地失落 仿佛失了魂一样 傻愣愣地坐在那里 一直坐到了傍晚才回家 我跑出来的时候 没有背书包 样子十分地狼狈 我娘看出了不对劲 就问我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就哭着说 雷公刀没有了 我刚说出雷公刀没有了 我娘直接就愣在了那里 愣了好一会儿 才喃喃地说道 这 这怎么好 你大爷说过 那雷公刀是专门辟邪 对付母叶茶的 现在雷公刀没有了 母叶茶再回来可怎么办 我得给你爹说一声去 说完之后 就直接跑到屋里 把雷公刀的事情 对我爹说了一遍 我爹当时就跑出来 对我说 小兔崽子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把雷公刀都丢了 你怎么不把自己也丢了呀 我难过地说 我自己也不想丢 可昨天晚上 我娘一听就朝着我爹说 这个事都怨你 要不是你喝醉了酒 遇到了女鬼 看上女鬼的美色 一心想着风流 咱儿子的雷公刀才不会丢呢 这件事 说来说去都是你的错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喝醉酒 我娘这么一说 我爹彻底的念了 低着头不说话 我丢了雷公刀心里难受 饭都没有吃就去了 麻子大爷家里 对麻子大爷说了雷公刀的事情 麻子大爷听雷公刀丢了 也是非常惋惜地说 哎 雷公刀丢了 真是可惜了 这事都怨我 要不是我让你解下雷公刀 就不会丢了 我说 大爷 那母夜叉 会不会来找我 这件事 现在很难说 现在雷公刀丢了 你就得 学会自己保护你自己了 从明天起 我教你法术 师父当年不让我 选了一些法术 说我要走济世之路 让我看医术 此一时彼一时 那时有老道保护你 不用怕那个母夜叉 现在老道走了 只能靠你自己了 接着 麻子大爷又劝了一会儿 说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我命中多灾 但是要不了命了 关键时刻 自会有人相救 那母夜叉害不了我 麻子大爷把我说的呀 心里不再那么难受了 这一夜 我在麻子大爷家里 跟麻子大爷住 他给我讲了一些 道法风水 到了第二天 我吃了饭又去上学了 上学的时候啊 胡老鼠显然记得 我昨天犯的错误 劈头盖脸的 把我训了一顿 最后说道 像你这样的笨蛋 学习成绩这么差劲 不想上学 就直接滚蛋 免得影响大家 说完之后还不解气 又给了我两巴掌 胡老鼠小肚鸡肠 一开始就看我不顺眼 处处给我小鞋传 这一次又当着全班人 扇我的脸 我本来因为丢了雷公刀 心情郁闷 此时我再也压不住 心中的怒火了 一拍桌子 嘴里说道 去你的大爷的 我不想上了 咋的 胡老鼠一听我骂他 扬起手就要再扇我的脸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我直接蹦起来 朝着他的鼻子就是一拳 啪的一下 打在胡老鼠的鼻子上 当时就冒了血了 胡老鼠被我打得 直接愣在那里 他捂着手上的鼻子 指着我的鼻子说 你 你敢打我 烦了天了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 人面兽性的汪八蛋 走 见校长去 说完 拉着我就要去见校长 胡老鼠已经气急败坏了 他的劲比我大呀 把我拉到门外 屋里的学生开始起哄了 班里一下子乱了起来 胡老鼠正拉着我 在院子里大声嚷着的时候 我二哥来了 他看见胡老鼠一手捂着鼻子 一手拉着我 就赶紧的上来问怎么回事 胡老鼠气急败坏的说 你的兄弟烦了天了 不但公开逃课 还动手打我 你看看我的鼻子 被杨小诺打冒血了 我二哥看到这里 唬着脸过来说 你怎么回事 怎么干打胡老师 我赶紧说 二哥 我 我二哥脸一寒 唬着脸说道 什么二哥 叫杨老师 杨老师 胡老鼠他小心眼 处处针对我 胡老鼠气急败坏的说 胡说 杨小童你再胡说 我踹死你 这时我二哥过来 一把拉住我的手 对我说 走 找校长去 你真是大胆了 干打胡老师 我让校长开除你 说完拉着我就走 胡老鼠一看我二哥并不互短 强拉着我送校长办公室 就松开了手 我二哥拉着我走了几步 小声的对我说 跑 我全明白了 二哥明知是向着胡老鼠 暗中却向着我 他的手并没有抓得多紧 我睁开二哥的手 撒腿就往外边跑 胡老鼠将我跑了 气得在那里大骂呀 我回头应了几声 看看胡老鼠的狼狈样 我心里那个爽劲 就别提了 一口气跑回家 喝到了我家的胡同 忽然打了一个机灵 今天我打了老师 这可是闯了大祸 我爹要是知道了 非得把我的狗腿打断了不可 我不能回家 得先藏起来 于是我扭头就往回走 到我二哥的后院里藏了起来 一直藏到了天黑 肚得饿得咕咕叫了呢 我不想挨饿 就想着回去 到了大门口 就听见屋里有说话的声音 仔细地一听 原来是二哥在我家 这个叛徒是来告密的 我打胡老鼠的事情 他肯定和我爹说了 我胆怯地在大门口徘徊 考虑着要不要进去 这时我爹大声地吼道 小兔崽子 你在大门口瞎撞有啥 赶紧地给我进来 我这个算是以下犯上 打了胡老鼠 犯了大错了 心里本来就慌张 被我爹这一口 身子猛然一抖 差点吓尿了 听我爹的口气 这次绝对饶不了我 我战战兢兢地往屋里头走 注意观察着动静 准备随时逃跑 我爹打我有三宝 巴掌 羊狗 和斜头子 巴掌简单 最为常用 不注意就打在身上 斜头子 是杀手锏 每一次我逃跑的时候才用 现在我对那招杀手锏 已经有了足够的免疫力 不用眼睛看 光听风声 就能躲过斜头子 至于羊狗吧 那是属于威慑性质 虽然就放在门后 但是从来不用的 我透过屋里的量 看见麻子大爷和二怪 他们也在屋里坐着 我顿时胆子大了起来 有麻子大爷坐镇 我这顿揍啊 应该不会挨了 还是那句话 我爹虽然脾气暴躁 但他很怕麻子大爷 麻子大爷说一 我爹不敢说二 我的胆子大 腰就直 我大模大样的走到屋里 到了屋里啊 就不往里进了 我爹气呼呼的说 小兔崽子 你还敢回来啊 老师你都敢打 以后还了得 我今天就把你的狗腿打断 让你记住这个教训 说着话直接起身 就把门口拿养狗罢 我一看要动手 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当时就准备跑 我爹的脾气就是这样 气头上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过了一阵就好了 我刚要跑 麻子大爷说话了 麻子大爷说 老三 你住手 你这个人 怎么就知道打孩子 我都听二怪说了 其实小冬也没有什么不对的 那个胡老师处处针对小冬 俗话说得好 打人不打脸 你看看小冬的脸上 现在还有手印 再说 你那个脾气 小时候比小冬还暴躁 麻子大爷在那里一说我的脸 我娘赶紧过来 心疼的看了看我的脸说 他爹还真是的 那个胡老师下手也太重了 你看看 小冬的脸 现在还有印呢 这哪是老师呀 就是一个孬种 我